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講一點這個 paralyzation 的小技巧 我們來看一下如果今天我要試著去paralyze 我的這個training process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做呢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不同 sequence 之間把它 batch 起來對不對 然後這些 batch 的這些 gradient 其實可以分開算對不對 可以有不同的 call 去算 這沒有問題 不過因為這個 sequence 蠻長的 所以我們可能會希望就是說 even 在一個 sequence 然後它的這個 bad prop 跟這個 forward pass 跟這個 barrel pass 呢 基本上如果也可以被 paralyze 的話 那 performance 可能會更好 對不對 好 那但是我們稍會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用這個 Verena 的 R&M 的話 那它的 forward pass 跟 barrel pass through time 也就是沿著這個橫軸走 這是時間的話 那沿著橫軸走走這邊 其實是沒有辦法被 paralyze的 原因是因為你在 forward pass 的時候呢 下一個 activation 會 depend on 上一個 對不對 下下這個會 depend on 上一個 那一樣的道理 你在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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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barrow pass 的時候 你的這個 delta 也沒有辦法被 paralyze 原因是因為 比如說你這個紅色的在這個地方的 delta 你要 depend on 它的上面 跟它的右邊 你才有辦法算這個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齁 所以基本上 這個東西 主要是因為這個 A 跟 A 之間呢 有 dependency 在 forward pass 的時候 對不對 A 是你要算的 那或者是說在這個 barrel pass 的時候呢 delta 跟 delta 之間 across T 它是有 dependency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就 很難去 對這個 BBTT 對一個 sequence 裡面的這個 這個要算的東西 去做 parallism ok 那這邊就有一個技巧 那我們剛剛講 其實剛剛的問題就出在 就是 主要是 hidden to hidden 這邊 有 dependency 對不對 那我們何不用另外一個 model 這個 model是這樣 這個 model是 它的 recurrence的關係呢 是從 上一個時間 的 output 就是 AL 就是最上面這一層 好 連到 這一層的 heathen neuron ok 可以嗎 這個不一樣的是 Valina RNN 是從上一層的 heathen neuron 然後連到這一層 好 那 在這個 output to heathen recurrence裡面的 好 這個每一個 heathen neuron 不管你是哪一層 深層淺層 好 你基本上都是 depends on 上一個時間點的 output 可以嗎 可以 好 那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做其實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們在training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帶一個技巧 叫做 teacher forcing 你可以看一下在training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知道input是什麼 我們也已經知道這個output的正確答案 對不對 我們不我們不只可以算這個output 好就是這個W啊 我可以我可以算這個model output 對不對 可是在training的時候我也知道 它的正確答案是什麼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我在training的時候呢 我可以直接把這個a 好 當我今天要training這個a e t的時候 ok 那它需要a的l 然後t-1 對不對 我可以把這個a的lt-1 直接帶成什麼 直接帶y的t-1 可以嗎 所以我在training這個a的時候 我雖然要depends onalt-1 可是其實我不用 實際上我不用depends on 我直接帶yt-1 所以每一個vertical 每一個就是這個直的這個 的這個neural network 直的部分 好 那它其實呢 在training的時候 是不需要depends on 上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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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neural network的output 對不對 它其實直接把上一個 那個neural network的正確答案 拿來它就可以拿到 好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在training的時候 你用teacherforcing的話 好 那每一個直的這個neural network 這個DNN 你就可以平行算 可以嗎 好 那主要的就是說 那基本上如果你 你做teacherforcing 把這個y當成是上一個的output 那就沒有dependency了 OK 沒有dependency的話 基本上我的forward backwardpass呢 我基本上我通通都可以paralyze OK 那我就 我train這個long sequence 就好像train 每一個time的一個nn 是一樣的 可以嗎 好 那 如果在testtime的話呢 那 我一旦train好了這些 U W之後 在testtime的話呢 那 我就實際上用model output 而不是用正確答案 因為在testtime你就沒有正確答案 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test的算 你就真的是sequential去算出來 可以嗎 好 不過這個最多好處是 那至少你在training time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paralyze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還蠻常見的技巧 那你在一些practical的一些rnn的implementation上 也可能會發現有一些engineer 其實他就是這樣子去define他的neural network OK 好 那 那 不過這邊要小心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用這種所謂的output to hidden recurrence 然後加上teacher forcing的話 那他的優點是teacher forcing可以paralyze OK 可是這個model本身 好 他其實在所謂的expressiveness 就是他可以表達的function 好 的那個範圍 其實是遜色於verlina rnn的 OK 好 其實有study說 就是說 其實這個verlina rnn呢 其實他是 他很universal 所以universal 他可以表達各式各樣的function 好 那universal到什麼程度呢 基本上 有study說他可以 基本上這個tuning machine 可以做到 可以表達的function 那verlina rnn都可以表達 那其實基本上 那我們今天所有的這些computer 基本上都是這個tuning machine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verlina rnn 他可以代表的function的這個集合 是非常非常大的 好 那 在這個output recurrent的這個neural network the recurrent network的rnn的話 那這邊其實是有study是說 他其實是不能simulatetuning machine的 OK 那這個理由其實還蠻蠻直覺的 因為你想想看 就是說 如果今天你要用這個output 好 然後去fitting到下一個representation 那其實換句話說 這個output其實就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 第一個目標呢 是要去解釋這個時間點的label y 對不對 yt-1 同一時間他還要summarize 這個xt-1一直到xt-2 xt-3一直到x1 的所有的information 然後這些information呢 要fitting到下一個時間點的a 然後讓他去generate出比較好的prediction 在下一個時間點 對不對 好 那這兩個目標 就是我要去match這個y 然後又要去summarize到目前所有的x 那這個基本上你可以很想很想像的到就是 如果那個y的dimension不是很高的話 比如說y的這個binary classification OK 那x呢 是有一千尾的 比如說他是一個或是一萬尾 他是一個一百乘一百的image 那這個a其實是不大可能 會把所有這個require 這個summarization都做得好的 對不對 可以嗎 可以齁 所以這個時候你把它fitting進來了 其實對這個a的幫助 可能就不像 從上一個hiddenprepresentation fitting進來 那麼大了 可以嗎 可以齁 因為你可以比較這兩個u的size 這個u的size 它是一個square matrix 這個的話可能不就是k乘上 這個a的在那一位的dimension 對不對 那k如果比這一位的summarize dimension小很多的話 這個u其實就可能不夠powerful 去summarize 這個a在這一層 所要的這個previous 這個x的summarization ok 它就不能夠做這麼好的prediction 所以這邊可能都要注意一下 就是說如果你是用這種 output recurrent的rn的話 那有時候performance 不見得可以match到原本rn 就對了 不過基本上 in practice 這個可能還是depends on 這個dataset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 你的primary主要考量是時間的話 那這個時候不妨可以試試看 這個output recurrent的rn 加上PiccioFoxy 加上PiccioFoxy 那些人 都要不覺得 有些人 有些人 做得到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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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